歡迎回來有福男人我 我是黃丹寧 我是胖小子 現在來進行的是 男人開團區 開團區今天要講的是有關於模型車的收藏 這個模型車的收藏的 品牌啊 最近夯到一個不行 還是我最近才開始注意到 我覺得是最近又紅起來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大家對於收集這件事情 是啊 有越來越 風靡的跡象 我有看過人家收集書啦 漫畫 我有看過人家收集鋼彈 模型 或者是那個七龍珠啊 那種模型式的東西 對對對 One Piece這一種 我有看人家收集 比方說模型船 然後海盜船 然後什麼遊艇戰艦 對 收集玩具車 我其實在早年 我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我覺得那種車就是 一台又一台 可是它並不是系列的 對 它沒有像那種 比方說那個什麼漫威啦 或者迪士尼 一個系列的 對 一個動漫 然後一個電影 一個電影 然後一個系列的那種 反而是最近 它們聯名了非常多的 一些不同的品牌 Crossover之後 大家變成收藏的越來越多了 它們不管是跟電影聯名 或者是跟動漫聯名 對 跟卡通聯名 它其實每個都可以做出聯名 然後做出不同的款式 然後大家就真相去收集 它們呢 就是大家最近所常 聽得到的 耳熟能詳的 耳熟能詳的 TOMICA TOMICA TOMICA這個車子 它其實有一定的利手 對 來來來來 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久 TOMICA呢 其實它是 其實每次到百貨公司看到就是 1到1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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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我們每次看到TOMICA 其實是比較新的 那它就是紅色白色的盒子 非常鮮豔 但其實一開始的TOMICA呢 是1970年開始 它是黑色的盒子 這麼早 黑色的盒子 那在1979年的時候呢 它的總數高達180的款項 那個時候就180款 對 那搭配這種黑色外盒的車啊 主要是以日本國內的車為主 對 那盒子其實就是黑色 然後還有一點點黃色這樣子 其實它的風格比較 簡潔一點點 對 然後比較有昭和時代的那種感覺 那當然啊 對 而且在那個時候 如果你把那個盒子也留下來的話 可能它整個的收藏價值會更高 一定很高 因為這個現在已經停產了 好 那當然在1976年之後啊 國內的車子差不多發行完之後 要開始發行這個國外的 國外的車子啦 對 國外的車子 本來是以這個日本車為模型嘛 對 那為了擴展海外市場 推出了F系列的車子的模型 對 那大部分的話呢 通常就是以日本以外的這個車種 像藍色 藍色盒子 藍色盒子 的外國系系列啦 對所以其實在當時的時候啊 有兩種顏色的盒子 一個是黑色以日本進口 以日本國內的車為主的就是黑色 對 那另外呢就是藍色的 就是以日本以外的外國車種 就是藍色的這樣子 或者是Volkswagen 對 或者是GMC Benz 跟這個BMW 對 可能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車款的不同 就有這種區別 是 對那其實到了1980年的時候啊 其實可以說是 TOMICA 黑色跟藍色這個產品的巔峰時代 OK 對那又到了1987年的時候啊 TOMICA將外國車系 跟本土車系其實整合到一種 OK 整合在一起 統一開動全新120個編號的格局 可能有時候會刪掉一些比較舊的車種啊 然後補一些新的車種 他們把全部合併成120種 所以這120種裡面呢就有分 就沒有分國內國外 就是都在裡面了 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了 那它也放棄了之前一直選用 像國內是黑色 然後跟藍色這種車款 那取而代之呢 是更加鮮明 更有衝擊力的 紅白配色 任天堂系 對 Nintendo的感覺 是這樣子啊 應該不是這樣講 對啦 但是紅白的比較 那那個時期的一個流行吧 對 紅色跟白色 那其實在1992年以前啊 所有Tomica的車系 都是在東京 日本東京所生產的 對 那1992年之後啊 Tom Tom公司 為了就是Tomica的公司 Tom公司 為了降低成本 它把它的生產線移到中國去 那時候大家開始 那個西進了嘛 對 移到中國去 那其實移到中國去的外盒 就有做一些小小的變動 它把日本字三個字就是去掉 沒辦法啊 因為在中國 日本是去掉 對 那其他的細節都保持一樣的 OK 那到1999年的時候啊 Tom公司 將紅色的Tom標誌 改成更顯眼的藍色的標誌 OK 那所以在原本的紅白盒上面 紅色的Tom標誌 就會變成藍色的標誌了 喔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對 那其實又到了再更下一個階段 就是在2006年的時候 是 Tom公司 跟Takara公司 Takara公司 就是變形金剛的起源設計公司之一 對 Takara公司合併 那所以呢 它的商標就變成Takara Tom 喔齁 對 Takara Tom Takara Tom 對 那所以之後呢 紅白和上面的藍色的Tomi 就變成了Takara Tom的標誌 就一直沿用到現在 OK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就是 Takara Tom 就是Takara在上面 Tomi在下面 然後白色的字 外面是藍色的底這樣子 因為像現在我們在看 我在 因為我現在為了小孩子 在開始蒐集 小孩子喜歡 小朋友喜歡車 應該是小朋友喜歡車 但是因為它出的款式 實在是太豐富 變成了家長們 開始瘋狂的蒐集 你知道嗎 這很奇特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們喜歡 比方說跑車啦 對 然後一些什麼車子 然後我們去幫他買 可是你要想喔 我們小時候 長輩幫他們買那玩具車 它並沒有系列的 它就是說 這裡買一台 對 什麼機器人轉變的車子 對 這裡買一台消防車 所以它並沒有一個 關聯性 collectable 就是它無收藏性價值 它可能就是那一台 可能以後 過了十幾二十年 還在的話就只有那一台 它並不是系列 像我們收藏那個 棒球卡 它是 就是有什麼系統 Upper Deck 的一個什麼棒球卡 對 或者就是說什麼書籍出來的 這個 什麼 少年漫畫 1996 就是一排的 TOMICA 它就變成說可以做系列 對 你知道我看到有什麼東西嗎 什麼 迪士尼的就別提了 迪士尼好多 聽得太多了 迪士尼太多了 迪士尼的這個公主 的這個馬車 不同的南瓜馬車的顏色跟造型 都可以做不同的 貼紙貼上面就是 什麼CINDERELLA 然後灰姑娘 白雪公主 小美人魚 小美人魚 這麼多都有 然後呢 比方說像那個玩具總動員 那更多了 車子就 就多了 無敵 巴斯光年 它那個車型也不一樣 像無敵巴斯光年 那就是像貨車造型 在外面就貼那種 就是他們的一個造型 然後這些小車子呢 又有一個更大的車子 可以讓他們放到裡面去 太多了 很多啊 然後除了放進去 像那個什麼STAR WAR也有 然後像那個一些什麼CARS 像那個什麼汽車總動員也有 然後那個什麼NEMO Fighting NEMO 那些也都有 海底總動員 海底總動員 然後跑車 它也有自己的一些 比方說 像你玩那些玩具有沒有 它都有自己的城堡 這些車子呢 有自己的車道 所以你要買 TOMICA出的 我有看過那種 大型的展示的 有啊 就是很像人 它把它弄成是很像人家 在賣車的那種 就是然後 鋁窗 放在裡面展示 對 除了這之外呢 它還要賣你停車場 你可以賣 這有旋轉樓上去 平面的啊 平面的 然後最近買了一個就是 讓小朋友們可以賽車的 那賽車的有些 像那個貨車就不能放進去囉 你還要買符合那個賽車道的這個 這個車子 TOMICA的車 真的好會做生意 對 然後呢有電動的 也有手壓 一壓那個 齒門就開始轉 所以呢 當車子經過的時候 就會被 噴出去 然後就一直壓 一直一直 然後就一直轉圈 算是運動 這樣子 其實那個心很痛耶 因為其實 TOMICA的車不算便宜 它不算便宜啊 所以就變成說 所以在那邊玩那個車的時候 就撞到你會覺得 撞到到還好 是說你永遠收集不完 你到底要買這個什麼 米老鼠系列的 買完之後 你又要買這個 星際大戰系列的 你又要買就是 玩具總統圓的什麼的 買完之後呢 還有限量版 比方說1970年代的這個 再次出來 復刻版 復刻版或者是 特斯拉 專門合作的 然後就只有這個時候 你買多少台 才送一台 就是逼你再次消費的意思 是啊 然後呢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一些什麼限量款 然後還有一些 比方說 這個真的是非常豐富 對 同時之間因為這樣關係 有很多的公司 像我去那個玩具店 我就看到了 不同的公司 開始在做這樣的設計 他們還賣 不是TOMICA 不同的公司 他們還賣什麼 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TOMICA還沒有出的 像越南的小摩托車 它也是做成那種小和的 最小和的 然後泰國的計程車 然後 好可愛 然後台灣的那個什麼高鐵 這一種 那麼長 就有長的 當然TOMICA有出這個新幹線 就是它這東西永遠收集不完 對 可是對我們來講呢 從今天你剛剛告訴我們 才知道 原來歷史有這麼多 我想為什麼突然紅起來 其實它已經有一定的歷史了 我覺得它就像 這一陣子的黑膠唱片的感覺 就是 你又再 你又再把這個東西翻出來 然後又再掀起一股熱潮 底片相機黑膠這類 又是被掀起來的 對 產物我覺得 其實 這樣看起來還蠻溫馨的 是啦 就是你爸媽媽以前玩的東西 現在 大家又哄一條繼續在玩 你可以繼續收藏 我 那些車子 那個弟弟 我的弟弟完完不完的時候 我就把它拿回來 這一定要把它好好收藏 放到我的男人窩這邊來 這樣 我覺得這邊你要弄一個大的櫃子 然後就是把它 一個一個陳列起來 你要去訂做那個塑膠櫃 真的是 男人窩的存在就是為了如此 買個列體停車場好了 有點累 都停在這邊 好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這個 TOMICA 車子 那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 大概的概念 希望大家可以去收集 欸也不用啦 好像是販賣了 他還沒送我們錢 其實我覺得去看那個車 最好玩的是 你可以看到自己喜歡的車 買一台 然後可能擺在桌上 我就覺得很開心 沒錯